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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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款,今天我覺得走勢挺漂亮 在逆市來說 算是跑贏大市 就是308港交所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港交所是由自己獨市的業務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另外,我衝警他第四季會做好 做好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通常第四季 年尾,第一,看看會不會 基金有機會粉飾儲倡的效應 可以推高第四季 從而成交也會增加 令到港交所的收益 可以增多 第二,本來第四季 一向IPO市場 都是很活躍 所以有機會 第四季更多IPO就會上市 到時他有沒有機會 可以帶動到港交所收的上市費用 因為這樣而增加 對他來說也有幫助 以及價錢 由五百多元一路滑下來 現在五百元都不用了 大概是四百七十五元到這些水平 都看他守得挺穩 由大概九月中九月未到開始跌到下來 在四百七十五元這些水平 其實都沒有再跌下去 所以如果投資者想買入的話 可以考慮大概在四百七十五元這些位置買入 目標價會替回五百元流程度